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椰汁咖哩蝦 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椰汁咖哩蝦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材料有蝦子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用草蝦 那你大小吃的話 你可以看你個人 那我們今天有稍微把它剪開來 那怎麼剪 我們從這邊的話 頭的地方把它剪開 然後順便可以去殺精 那剪開之後 你可以用你的刀子在這邊的話 稍微把它畫兩刀 它這樣子的話 它才不會翻過來 會比較容易入味 那這邊還有我們的糖 酒 還有椰奶 然後這是南洋咖哩粉 你甚至用印度咖哩粉 或者基本上都可以 只是說它的風味也有少許差異 因為印度咖哩粉的話 它會比較辛辣一點點 然後像日本的話 它會比較甜 那我們這邊還有一個蛋 奶油 然後辣椒末 蒜末 香菜 還有小番茄 那還有少許的洋蔥末 那首先呢 我們用少許的奶油把它煎一下蝦子 因為用奶油的話 它在煎蝦子會比較香 來 把我們的蝦子放下來 蝦子啊 我們用大火把它煎上色 齁 那甲殼素的味道它會出來齁 然後有點金黃色 就是它會變成紅色 那這時候我們再來把它翻面 來 把它翻一下 來 我們都把它煎上色之後啊 你可以把蝦子先拿出來 來 我先把蝦子先盛出來齁 來 先下我們的咖哩粉 蒜頭 還有辣椒 你可以放少許的油先把它爆香來齁 炒這個時候 千萬溫度不要太高 因為咖哩很容易就焦了 所以你如果鍋子的溫度夠的話 你把油放下去 稍微這樣的乾鍋稍微把它爆炒就可以了 因為你如果火很大的時候 它很容易就會有焦味 先把它炒香 來 這時候把我們的洋蔥 番茄把它放下來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放洋蔥跟番茄 我們主要是增加它的水分 齁 如果你沒有水分的話 咖哩很容易就會焦掉 就反而會有苦味了 那一樣我們用小火慢慢炒 然後聞到咖哩的香味出來 等一下的話我們再加少許的水 或者是酒都可以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加少許的酒 把我們的蝦子會帶點去腥的作用 來 把我們的酒放下來 還有我們放少許的糖 來 你們看到 呈現少許的咖哩會呈現有點糊狀了齁 香味也出來 這時候再把我們的椰奶放下來 一樣 稍微讓它煮一下 來 我們把它拌勻 這時候就可以把我們的蝦子把它放下來 這時候就可以把我們的蝦子把它放下來 稍微把它煮一下 略煮一下 但是記得蝦子在煮的時候不要煮太久 不然就太老了 就不好吃了 來 我們把蛋拌勻 放下去 放下去 稍微把它拌一下 來 一樣我們放點香菜下來 你看一下我們的湯汁啊 它會有點帶濃稠 然後蝦子啊 這樣子熟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盛盤了 這就是我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椰汁咖哩蝦 然後夏天的時候 你可以吃這個啊 讓我比較容易開胃 然後小朋友也蠻喜歡的 希望你會喜歡它